我們可以給神大大使用 可以祝福很多人 當一個教會有人述處 是有生氣、有喜樂的 你看到人生命未改變 也是開心的 而整個教會 如果興起更多人去祝福人 是更加有能力的 但是很多人 在全屋的時候經歷了很多困難 覺得自己做得不好 覺得自己沒有能力 或者全個失敗 覺得好像沒有什麼出路 其實聖經教導我們 全方不僅是用說話的 也是用聖靈的能力和神職歧視 但是很多人覺得不可能的 我沒有份的 神職與我無關的 或者有人有需要 立刻可以幫到他的經歷是難的 但是其實神是很真實 我想告訴你 我自己本身為過很多人祈禱 經歷聖靈 還有很多人我們訓練過 都為人祈禱 是經歷到聖靈的能力 是真的可以幫人信住的 我希望大家有信心 這個信息是給你的 你可以開始靠著聖靈 有聖靈的能力去祝福人 帶你去信主 你和旁邊說 你可以的 你可以的 你信不信你真的可以呢 你想不想到天堂的時候 你會帶到那些人去信耶穌呢 因為你去到天堂的時候 你是兇手兩桑椒 耶穌是這麼多 因為你真的一班人在你後面 而且你帶那個 又帶其他人 那種效應很重要的 對不對 我們看看耶穌是充滿憐 馬祭9章36字一起讀 他看見他多些人 就綿敏他們 因為他們困苦流離 與同樣貌有入人一般 於是對門徒說 要收的莊架多 做工的人少 所以你們當求莊架的主 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架 耶穌見到人就綿敏 其實我們出去外面 他們滿足於買東西 享受 玩遊戲機 他們的朋友 他們覺得好像得到很多 但其實在神的眼光 他們是很淒涼 因為他們沒有永生 很多人沒有永生 他們都在很多痛苦 很多空虛的裡面 耶穌就憐憫他們 他就插他們出去 但是他說做工的人少 要收的莊架多 但是做工的人少 很多人需要神的救恩 但是很少人出去 其實我們每一個出去 我們可以成為基督精兵 我們每一個人可以帶很多人信耶穌 我們求主幫助我們去求莊架主 差異工人出去 也都差異我們出去 差異工人出去 差異工人出去不一定做傳道人 傳福音不是只傳道人 是每一個信徒都可以的 其實當你真的帶你人信主 帶你一個人 你就會發覺 我可以越大越多 越大越多 為什麼很多基督徒停止傳福音呢 第一就是傳福音失敗過 哇失敗過一次兩次三次 不行了 哇我不可以再做了 做了再失敗 其實呢 失敗都有一種 處理失敗的心態 在我出去傳福音 的確會很多人拒絕 但是呢 我就說神是歡喜的 所以我當傳福音失敗的時候 我就說神歡喜的 神喜悅的 比如說神給我的意念 有一天 譬如說這個人 他不信耶穌 站在神的审婚台前 這個是沒有信的 但是神就說 你沒有信 但是我的兒女 又向你傳福音 這樣的時候就榮耀神 但是如果這個人沒有信 但是從來沒有一個人 跟他傳福音的時候 這個東西是不榮耀神的 所以我們傳了福音 就算他不信 我們都是榮耀神的 希望大家有這個心態 不要緊的 就算有人拒絕 不要緊的 因為我想做的是榮耀神的 還有有些人遇到困難 難了 悲白 或者覺得自己無容 好像我這樣 怎麼可以呢 我說話都不能夠很流暢 怎麼可以傳福音呢 或者已經沒有傳福音 我已經傳過了 沒有傳福音 但是當我們有聖靈的能力的時候 有人有需要的時候 你就會幫到人 並且可以放在網上 你的影片 我放在很多影片上網 我的影片看的次數是有七十萬次以上 很多人看 而且每個星期都有人找我祈禱 時時都有人找我 你都可以的 無論你煮菜 即冷山 放在網上 或者你為人祈禱 經理聖靈 放在網上 分享的時候 是會有人回應你的 魔鬼很開心 很多驚徒放棄 已經放棄了 很多驚徒不會再傳福音了 其實是很失敗 明者很滿意 被魔鬼綁住 很滿意 但是神不想我們滿意 神想我們起來 叫我們 喚醒我們 真是被神使用 而唱的書六章八字我們一起讀 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 我可以猜獻誰呢 誰肯為我們去呢 我說 我再者女性猜獻我 神說這句說話 我們留意祂的感覺 有時在聚會 誰願意出來祝福啊 很多人不走出來 但是說 有誰願意出去呢 我可以猜獻誰呢 誰肯為我們去呢 很多時候呢 是很少人願意的 所以這句說話呢 我們感受到神呢 我們猜獻誰呢 誰肯為我們去呢 的時候呢 我們感受到神有一種孤單感 神有一種失望 就是很少人願意出去 你要不要回應神這個心呢 我們很感激神 祂那麼愛我們 我們真是可以 經歷到神的愛 經歷到神的平安 經歷到神的許多祝福 但是我們會不會反過來 想一下神的心 做一些神歡喜的事呢 去拯救靈魂 去興起人的生命 是神最歡喜的 我希望大家 心裏面有神的心 你跟隔壁說 你要我手掃一下的心 我們都要有神的心 感受一下神的心 我們這個報道方法 第一就是聖經所說的真理 神是可以經歷的 神是很遠的 神是很近的 是可以經歷到的 馬大福音十一章二八字一齊讀 凡勞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救我子女 我就使你得安息 以下經文我希望大家記得 為什麼呢 這個報道法呢 就需要你用這些經文 當人有經歷 重担釋放輕撒 你就告訴他們 聖經說了 勞苦担重担的人 去到耶穌那裡 就得到安息了 你就告訴他們 你經歷的安息就是神所說的 既然神這麼快祝福你 你想耶穌以後祝福你 就是這樣的方法 就是用一個 你想耶穌以後祝福你 他們經歷到神的祝福 是很清楚的感受 在上一堂聚會的時候 出來示範 有一位姊妹 另外有好幾位出來祈禱 他們都即時經歷到 其實很多時候我為人祈禱 是百分之一百 或者是百分之九十幾 差不多一百的人 人是即時經歷的 人是可以經歷到神的動作 經歷到心靈得到興省 你就講這個經文給他聽 或者是感受很平安 很平靜 心靈很平靜 你就可以用約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節 一起讀 我又落下平安給你 我將你的平安賜給你們 就是神將平安賜給你 就是本來沒有的 祂就將平安放在你裡面 這一個就不是一種思想帶來的平安 是耶穌將平安放在你心裡面 但有些人說這個經文說 耶穌不是說聖靈 但我們知道神是三為一體的真神 聖靈的工作也是聖父的工作 也是聖子耶穌的工作 所以聖父聖子會做的工作 聖靈一樣會做工的 所以不一定是聖父聖子的工作 凡是聖經所講到 人們會怎樣經歷神 經歷聖靈的神也會經歷 也會經歷 羅馬書五章五節一起讀 因為所致給我 聖靈將神的愛囂滿在我心裡 這個世界上的人都需要愛 為什麼這麼多人會願意 明知道那個異性是完全沒有可取的 沒有任何可取的 他的性格 他的講話 他的工作能力 他的人造 代人節物 沒有任何問題 為什麼那些人依然一撲過去呢 因為他覺得 起碼有個人喜歡我 其實很慘 很需要有人喜歡他 就是他需要這種愛 但其實我們經歷聖靈 可以在裡面經歷到神的愛 可以經歷到神的愛 在1998年當布魯家為我按手祈禱 我經歷到電流 進入我裡面 和神的愛 進入我裡面 我是整個生命改變 雖然當時我現在是牧師 但我之後處理生命是更加透徹 和讓神使用我的生命更加透徹 和示茫的果效更加透徹 而大家都可以的 除了全方 還有一件事就是幫你的子女 在這個時代 很多子女 是很難會愛耶穌 到他長大的時候 就開始反叛 他就會被世界吸引 但如果你從小到大 去祈禱 他時時都經歷到聖靈 你並一問他有什麼經歷 有什麼感受 這也是我們傳統神經常會問的 他說很平安很舒服 那你就說耶穌這麼真 你就愛耶穌 你自己祈禱有我 他說有 耶穌就跟你在一起 你知道耶穌這麼真 這樣的時候 你教導走你更加容易 耶穌這麼真 你犯罪得罪神 你就求耶穌赦面 你又可以為人祈禱有能力 在這個世界上 有些幾歲大的小朋友 為人祈禱 是病得醫治的 其中Heide Baker 他在非洲 去非洲的布陸家 他訓練很多孤兒 他們出去為人祈禱 是大有能力的 很多神的歧視 所以你的子女都可以 當他們這樣的時候 是不會離開神的 但是很多 他們回教堂 是覺得父母帶他們去 他們對於神 覺得很遙遠 這樣的時候 他們愛主的心是很弱的 希望大家都 幫你的子女 更加經歷神的愛 一起跟詩編十六篇講到 可以經歷喜樂 和肉身的安舒服 我將耶穌上 擺在我面前 恩恰在我右邊 我的不戰苗度 因此我們心歡喜的靈快樂 我們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這裡講到 我們有神的同序 心歡喜 靈快樂 肉身都安然居住 很多人都說 經歷事前 身體都經歷了 但我們的神 是否只是做心靈 有很多人覺得 信耶穌就是心靈 神有沒有做身體 有的 祂都祝福身體的 神可以祝福人 睡得更加好 祝福人身體健康 祝福人身體舒服 很多人都說 身體舒服 輕飄飄 即使我們有一位 姐妹祈禱的時候 她說 好像去到另一個空間 這個是我周時都有的經歷 其中有一個人跟我說 我為祈禱 我說你剛才有什麼經歷 有什麼感受 她說 咦 你還在這裡 我說你以為我去了哪裡 她說我即使去了別處 為何你還在這裡 人可以在聖靈裡面 真的經歷很特別 整個人舒服 便飄飄 好像天堂 還有心靈依止 這個世代人很需要心靈依止 以賽書六十一章 一到三節 我簡略說 靈在我身上 用高高我 在舊約的時候 這個高游是非常貴重 高末的 所有的就變為聖結 而且這個受高者是非常尊貴的 所以大衛不敢殺蘇洛 雖然蘇洛對她這麼不好 是不公平的 但是她不敢殺 因為她說她是耶路華的受高者 而我們今天可以有聖靈 經歷聖靈的神 聖靈在我們身上 我們都是受高者 就叫我們傳好信息 給天秘的人 還有叫我們醫好傷心的人 這個世界上很多傷心的人 很多人祈禱 是會經歷到安慰 經歷到醫治 是非常美好的 還有被老的得釋放 有些捆鎖 有些不好的習慣 有些不好的思想 都可以得到釋放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其中有喜樂又 每人都想開心 但就算你給錢 去旅遊不必開心 那些人去到旅遊 都經常說 吃的又不好 導遊又不好 那些地方又不好 安排又不好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都是很多埋怨的 但是我們不用錢 都可以天天經歷聖靈的喜樂 天天都享受神 所以 其實經歷聖靈 是可以晉級的 在我來說 現在來說 我隨時一想耶穌 裡面的喜樂 就湧了 我一想耶穌 又可以經歷神的過 一想耶穌 神的能力 就湧過我 你都可以的 真的享受人生 真的非常享受 任何時間都享受 神答應了我們可以有神職歧視 和趕鬼醫病的能力 是我們都可以的 在馬國方十六章十五節 那裡說到 你們往普天下傳呼 黑馬民聽 傳呼 在這個大使命的時段 每一個人都可以有神職 在十七節開始就講到 信人都有神職一起讀 信人便有神職 除了他民 就是奉我都沒趕鬼 審問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門徒出去到處宣傳福音 主和他們同工 用神職除弱 靜神所存的道 這裏說到信人必有神職 正是說了必有神職 在《歌歷律師》十二章也有說到 是有醫病的恩智 行義能的恩智 便別諸靈的恩智 作先知的恩智 神是賜給我們各樣的 超自然的恩智 當然也賜給我們很多 其實都是超自然的 敬拜贊 都是超自然的恩智 彈琴都是超自然的恩智 但這些比較異能性的恩智 是聖經說了 我們信的人都有的 我第一次為人祈禱的時候 他病得醫治 我是很驚訝的 原來聖經所說 是今天都有的 當日是兩個人 一個人在腰部 哇我立即康復 第二個人說 我肩頭都立即康復 就提醒我聖靈 是真的今天都仍然醫治 所以大家看到周圍的人 就算你三不七走過 有個人在路 你見到他很辛苦走路 你說 耶穌真是醫治的 你想我為你祈禱 你真是會見到神職歧視醫治 但有些人說 那又不是個個得醫治 那又好像很失望 但其實我們會發覺 大部份的人是改善 有些是真的完全的醫治 所以我們不能夠說 哪一個得醫治 聖經其實也說到 寶羅華在加拉太書說到 他說我初次傳福音給你們 是因為他有病 寶羅華他有病 譬如聖經也說到 有些人是有病的 所以不是一定每一次得醫治 而且最終我們每一個都 到最後結束的時候 身體結束的時候 生命結束 都是身體有些地方有病的 然後身體不能夠承擔到 所以就會離開世界 離開世界去到天堂 那就是說 我們神可以醫治 但這個醫治不代表我們沒有病 所以我們不需要答應人 你一定的病康復 但是呢 是有很多的而且改善的 我們都可以告訴他 神真的會祝福 令你更加舒服的 而且詩經說到 是用神跡隨著 是甚麼目的呢 是證實所傳的道 就是說 傳福音 神跡歧視不是目的 是人信神的道 被神的話語改變的 好了 那詩經講給我們聽 就是經歷神 可以叫人信主 以及聽見的人信主 有看福音十一章四十五節 就講到 拉撒路復活了 那些人見到 那些遊客人 見到耶穌所做的事 就是叫拉撒路復活 就多有信他的 就講到 見到神跡歧視 復活了 很多人信耶穌 你想想 如果有一個人在香港 或者某處 已經醫生寫了死亡症 已經判了死刑 然後你去到 你就不斷為他祈禱 然後他復活 哇 立刻你叫傳媒來 醫生已經證明 你看這張紙 已經寫了 請你們記錄這個人 他講到他的見證 然後呢 可以震撼香港 所以大家 我自己都是這樣的 我見真死人 我實為祈禱 我希望大家 不用怕 不用怕 有些人 中國人怕鬼 不用怕 不用怕 你就為他祈禱 你一直相信耶穌 你有全能的 你有能力 你可以叫他復活的人 你就放心 去為他祈禱 當你看到一個死人復活 你就以後 哇 哇 原來我可以叫死人復活 我一生人 可以祝福很多人 那你就會大有信心 並且很多人 因為這件事而信耶穌 你想想 如果身上有個死人復活 你想想那種震撼性 有多大呢 四十六轉九十四十二節 就是比德普 叫多加 他死了 有復活 許多人 信了主 四十六轉九十三節 說到蘇羅 他見到榮耀的耶穌 他又信耶穌 並且去委身 去服侍主 羅馬書十五章十八節 說給我們聽 全般不只是用說話 亦都是用聖靈 和大量的名證 神跡其事 一起讀 除了基督值我造的那些事 我十方都不敢提 只提他值我言語作為 用神跡其事的能力 並聖靈的能力 使外邦人信服 在這裏講到 就是藉著他的言語和作為 包括什麼作為呢 就是神跡其事的能力 和聖靈的能力 聖經告訴我 我們的神 是一個活著的神 是行神跡其事的神 叫外邦人信服 所以我們旋方不只是用說話 在初期教會之後 教會變成傳統化 禮儀化 慢慢就失去了這種能力 所以教會就變成了 只是聽道的教會 基督教成為一個 只是聽道的宗教 但其實不是的 聖經告訴我 我們的神是活著 是今日仍然信的人 有神跡其事的 所以我們可以有信心 我們都可以有這個 神跡其事的能力 當然神跡其事 不是一定要最大最大那種的 你可以就是 他平安得很平安很舒服 很輕鬆 身體也覺得舒服 覺得個人輕鬆了 或者感動安慰 這些都可以叫人信人數的 《高倫多詞》《二章二節》 這一節經文 《二章二節》 很多人都很出名 在這裏講到 有些人就說 在你中間 我不知道別的 只知道耶穌基督 並加釘十字架 有些人就說 你看看 保羅都說 只知道耶穌 他不知道聖靈 你看看 在下面那裏 四節那裏講的 我也一起讀 我少少話講這裏 不使用智慧位於你而言 而使用聖靈 我帶來的明證 叫你用信 不在乎人的智慧 只在乎神的帶來 這裏講到 保羅說 我只知道耶穌基督 並加釘十字架 不是代表他不知道聖父 不知道聖靈 通常那些人當然說 不會說他不知道聖父 他們當然會說 他知道聖父 和耶穌那個不知聖靈 這好像很矛盾 耶穌就是差異保衛斯來 然後他就講到 他說 我講的 不是用智慧位於的言語 用聖靈和大能的命證 叫你信不在乎人的智慧 只在乎神的帶來 即是說 他們信耶穌在乎神的帶來 就是有聖靈和大能的命證 讓我們看得到聖經傳方的模式 不是只是說話 當你只是說話 是的確很多人對基督教會 沒有了興趣 覺得只是聽到 他說我聽我太太說話已經夠煩了 還要你聽到 坐在那裡聽 但當他告訴我們 我們的神不是只是聽到的 他是來真的幫你 你煩惱得釋放 你真的睡覺睡得好 你真的整個人鬆散 那是很不同的 希馬來書二章三 這個不是保羅所寫的 希馬來書不是保羅所寫的 但是這裡講到 第四節下面那裡 他是用神跡歧視和百觀的義能 和聖靈的恩賜 和他們造天正 那些人傳福音給他們 都是有百觀的義能 和聖靈的恩賜的 這個是神的心態 你想想如果全世界人聽到基督教 聽到耶穌就說 耶穌就是醫治就是行實 你想想會多不同 但是通常聽到基督教是什麼 聽道 他是想到聽道 他不是想到一位活著的神 真的來到醫治 譬如我們看很多 大家都聽很多 那些人又很喜歡聽鬼故 那些人又很喜歡說 有鬼搞怎麼辦 要找一些人去做什麼儀式去趕鬼 但是基督教趕邪靈 似乎不是很出名的 那些人 他們有邪靈 就會找他們燒香 做什麼儀式 還沒想到找耶穌 並且找那些人很多錢 你知道嗎 很多錢 幾萬元和他們趕邪靈 又趕完又趕不到 就用了錢 但是我們的耶穌真的是趕邪靈 我在網上也放了很多趕邪靈的影片 好了 這個經歷四年報道法的程序 很簡單 第一 一起讀一下 第一 交談 聆聽回應 就是跟他聊天 然後他有什麼需要聆聽他 關心他 其實這個已經可以做一個 好的報道方式 好的報道方式 不是說很多 是聽他講多些 關心他 回應他的感受 這樣的時候 很多人已經可以感受到你的關心 可以帶你去信耶穌 當人在談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會講出他的問題 這樣的時候 你就可以回應他 這個就可以引入這個 《經歷四年報道法》 第二 一起讀一下 分享 就是分享我們類似的經歷 以及怎樣神幫我們 就分享這個經歷 第三 一起讀一下 邀請按手套局 請他 我都曾經按手套局經歷過 之後 整個人都鬆了 得醫治 得安慰 那你就說 你想不想我 都為你按手祈禱祝福呢 當然我們應該 在教會裡面接受訓練 其實這裡每逢星期二晚 七點鐘開始 我們就這個 《四年恩高》 《事奉》訓訓訓訓訓 就會有訓訓 《四年恩高》 和《事奉》 《傳夫婦》 《大令小組》 《令敬拜》 有一個進入神同在 強烈同在的敬拜 輔導 輔導 輔導是對於《傳夫婦》 很有幫助的 《傳夫》 帶領查經 和《廣道》 各樣都有訓練的 這個是會幫助大家 去發揮 去是蒙主的 尤其是《聖靈恩高》 怎樣去保持 和我們一路興起的人 能夠為別人 按手祈禱 處理生命 然後帶著聖靈的能力 為人按手祈禱 那你是需要一些訓練的 以後你才會帶著能力 就這樣吹噪的時候 可能很多次他都說 我都沒有經歷 所以這是需要你去操練的 然後在祈禱的時候做什麼呢 就是整個靈魂愛慕神 我們想四年充滿 一定是整個靈魂 不只是用言語 有時候有些人祈禱 就不斷地說 其實不是不斷地用口說話 而是整個心靈 去愛慕神的時候 神的同在是更加強烈的 這個是需要訓練出來的 也都敏感聖靈的臨在 怎樣敏感呢 如果你家裡做慣祈禱 待會在這個原因之後 我都會有簡短的介紹 怎樣自己保持四年充滿 那你做慣呢 你一祈禱 你已經感受到聖靈的臨在 還有你為那個人按手 一感受能力加強 你就知道這個人 是經歷強了的 是有經歷的 是會知道的 你自己會知道的 然後最後一句 兩句 兩行 請大家一起讀 祈禱之後你就問他 請你仍然閉上眼睛 請問你在討告中 有沒有什麼經歷 你就說請你仍然閉上眼睛 請問你祈禱中 有沒有什麼經歷 或者是感受 為什麼用經歷呢 經歷就是神在你身上做工 我們就不用感覺 有什麼感覺 就是人以為我們 好像靠感覺來傳呼 是有沒有經歷 就是經歷神做事 或者是感受到 感受到神在你身上做事 因為有些人不明白 什麼叫經歷 感受到 有沒有什麼感受呢 然後當有的時候 一起讀一下第四 解釋經歷 邀請以後 讓耶穌祝福 就是說 譬如他經歷平安 我們就早點說到 耶穌說 我留下平安給你 我將我平安賜給你 或者你有人經歷到愛 那你就說 聖靈章神的愛 囂在心裏面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即經歷到身體舒服 你就說 肉身安然居住 經歷到喜樂 你就說 喜樂又代替悲哀 就用這些經文告訴他 以後你就說 耶穌聖經所說到祝福 現在臨在你身上 耶穌這麼討厭 那你想耶穌以後祝福你 想 你就向祂解釋救恩 其實就是一個 使用祂的經歷 讓祂知道神很真實的祝福祂 然後第五 一起讀一下 解釋救恩和跟從主 就是向祂解釋 這個救恩和怎樣跟從主 第一就是向祂解釋 耶穌的救恩和我們怎樣得救 這兩者是不同的 耶穌的救恩就是 耶穌是真神 祂來到世界上 神一早預言祂要來 祂為我們被人侮辱 被人拒絕 然後釘了十字架上 並且第三天重新復活 然後祂就向門道顯現 最後升天 耶穌是真神 有一天要回來的 祂有很多證據證明 祂是真神來的 你今天悔改信耶穌可以得救 為甚麼 只是悔改信耶穌 就不是解釋救恩 這只是解釋怎樣得救 是不同的 神組有很多工作 我們要講神的工作 不只是講怎樣得救 講給耶穌做了甚麼 我們是由得救的 然後帶領祂悔改 信靠耶穌做救主 帶領祂怎樣信主 之後又幫祂知道怎樣清了得救 當你真心悔改 信靠耶穌做救主 你是得救的 以及解釋怎樣跟從神 不只是信耶穌 只是信耶穌 只是聖經的一部分 聖經另外就講到 信靠親近遵從 一起講 信靠親近遵從 即是持續的跟從神 解釋救恩的時候 第一解釋這個世界有真神 對於那些疑問的人 可以解釋神的證據 那我在網上 YouTube找耶穌師 你要看到我 關於神的證據 有不同的影片 還有其實我把那些 很多不同的影片 是分類別 我呢 如果有人想我把那些影片的 那個link 那個link 即是中文 即是甚麼 連結 連結給你 你就可以一連串的影片 傳給朋友 有些就是證明有神 有些就是證明天堂 我怎麽證明天堂 真的有人 他上天堂 祈禱上天堂 不是死上天堂 祈禱上天堂 跟著他見到那些死了的基督徒 他們把那些說話 說給他聽 他說給家人聽 家人說你當然是見到他 因為你知道一些 他知道的東西 而你不知道的 就是他上天堂的時候 那些人告訴他 那我在這裡 在我的 業牧師那裡 YouTube 是有這些影片的 有很多 Easy的影片 你有趕邪靈的影片 這些是可以用來傳呼聲的 幫助人 還有那些人 都可以找回 即是真人來的 是真實的人 證明他 真的有這些經靈神 是很真實的 然後 也有很多的教導 處理生命 很多人看 《輕鬆德性》 都覺得很有幫助 處理生命 所以這些是會幫助的 這些影片是會有幫助的 大家都在這個時代 可以使用這些影片 幫助你傳呼聲的 第四就是解釋 如何得救了 知罪悔鬼 以及幫他繼續跟從神 我們都要解釋得救的果子 因為人只是信耶穌 信耶穌得永生是真理 不過不是真理的全部 如果他只是信耶穌得永生 他沒有繼續跟從神 這個是錯誤的 正是告訴大家 如何是跟從神 如何得救的果子 我們一起讀 第一 繼續知罪和對付罪 第二 繼續信靠神的救恩 親近神 讀經 討告 被神帶領 第四 愛神 第五 遵從神 第六 生命的果子和是夢的果子 這些都是講到 得救的人 他會有的果子 第一就是知罪 他會對付罪 會求主赦免 會信靠人生的救恩 會親近神 讀經討告 被神帶領 和會愛神 如果有人不愛主 只能可助可救 並且聖經說 要盡心盡性 盡力盡力愛主 你的神 和會遵從神 和結出生命的果子 就是聖靈的果子 和是是夢的果子 這就是很嚴重的警告 沒有親近神 沒有純在主裡面 他就好像枝子 溫在外面 灰光 拾起來就溫在火裡 燒了 沒有遵從神 有很多人說 主啊主啊 我不是奉你的命傳道嗎 但是耶穌說 我從來不認識你 就是說 有人 他不遵從神 他說信耶穌 他以為信耶穌 真信耶穌就會遵從 問題是 很多人是頭腦信 這樣的時候 他就沒有遵從 和和神沒有這種生命的關係 為何有強烈的聖靈因高的同在 這是需要用時間 需要每日用時間的 我現在簡單地說出 一起讀上面的唐字就可以了 第一 恨苦罪 因為聖靈是聖結的 它是憎恨罪的 所以我一定要離開一切的罪 罪包括什麼呢 煩惱 勞 勞 埋怨 不開心 激氣 這些都是罪來的 不只是偷東西 殺人放火 任何的內心裡面 看小人 不能夠饒恕人 都是罪的 第二 心愛 相信我 形容聖經 就是喜歡聖經 有些人 我怕聖靈很開心 很舒服 我不用看聖經 這個是不對的 聖經是會把神的心意 神的教導 神的旨意 告訴我們 第三 一起讀 信心 相信神肯愛我們 我想充滿我們 就是相信神很想充滿我們 很想祝福我們 神經常都跟我們在一起 這是信心 就是說 我們祈禱的時候 不要覺得神很遠 經常祈禱的時候 相信神在祝福我們 第四 一起讀 長時間用心靈敬拜 去讚美 這個是聖經充滿的鑰匙 整個靈魂去愛護神 但是有些人覺得很難 怎麼用心靈去敬拜 首先一起讀 首先用 魂 思想意志感情來親近神 整個思想認同神 意志完全跟同神 和充滿感情的神 對我們這麼好 就和神又變合心的感情 這就更加容易進入 靈的祈禱 有很多人和神的關係 只是知識 沒有一種感情的 其實我們真是愛神的時候 會和神有感情 還有整個靈魂 就是煩在我裡面 詩篇一八零三支第一節 煩在我裡面 也要清重祂的聖明 就是整個靈魂 我就教人 在心底發出 蛤 就是口說 靈跟著你的聲音 去湧向神 去感激神 在我來說 我不需要用這個方法 我只要心想耶穌 因為我懂得 怎麼用靈去發出 我的愛慕神 即時會經歷神 但很多人來說 比較覺得抽象 怎麼用心 把愛湧向神 那些愛怎麼湧出來 就試試用一個發聲的方法 蛤 你每天去做 從心發出來 慢慢就會感受到神的同在 還有因為我們 為大家有些想留下 按手祝福的 你都會經歷到神的同在 你就會看到神很真實的 渴慕神 是需要的 我們需要 不要說我曾經經歷過的 行了 不用了 我們是渴慕的 第六就是大使命 大使命不只是全方法 也都是耶穌吩咐到 教訓祂遵守 我就償了你同在 神就視線和我們一起了 然後呢 第七 按手祈禱 是會幫助聖年充滿 但按手祈禱 只是一次過 你要回家保持 即當時經歷 但你要回家保持 還有處理生命 處理情緒 負面思想 待人接吻 所有不好的事 都要處理 和潛意識 這些處理的時候 你的生命才能夠 有興散的心 能夠經歷聖靈 我們求主幫助 我們真的能夠去 傳方向 使用這個 經歷聖靈暴露法 去拯救更多靈魂 我們有請到 我們下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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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